板塊交界的類型 板塊與中央級海溝新的折皺山脈跟錯動性斷層為界 來 我說過了這張圖可以告訴我 我說過了這張圖告訴我 左邊有一塊右邊有一塊 叫做板塊交界 所以中央級是交界帶 海溝是交界帶 這裡有一個安地斯山脈 新的折皺山脈 還有我說課本有只給你看 但是沒有說清楚 這邊 這裡 這裡 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錯動性斷層 這裡有個錯動性斷層 錯動性斷層 錯動性斷層 所以 所以板塊以何處為界 板塊以中央級海溝新的折皺山脈 跟錯動性斷層為界 要重點是要告訴你 重點是要告訴你 板塊的交界 不是地形的交界 板塊的交界不是地形的交界 這裡是 這裡是 這裡約略就是海陸交界 這邊約略就是海陸交界 可是這裡不是 這邊也不是 重點是台灣不是 為了要交台灣 台灣不是 台灣位在板塊交界帶 但是台灣的交界帶不是在海岸線上 不是在海岸線上 不是陸地跟海洋的交界 還有別的交界的地方 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所以板塊的交界不限得就是地形的交界 海陸的交界或什麼 不是這樣子的 它是以中央級海溝 新的折奏山脈跟錯動性斷層為界 重點 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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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就這樣子 其實火山沒有完全是 有一些火山地方不在板塊交界 國中生不用管 我們國中生就是 就是OK 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這件是重點要記住的重點 然後我們板塊的交界類型有三種 有分做聚合性 張列性跟錯動性 我們未來就是要交這三個 曾經課本 課本曾經把錯動性拿掉過 現在雖然又再度出現 但是交的內容很少 所以錯動性比較不重要 重要的是聚合性跟張列性的交界 重要的是聚合性跟張列性的交界 這個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 板塊 有這三個類型 像這樣 撞在一起的叫做聚合性 向左走向右走的叫做張列性 張列性 擦肩而過的叫做錯動性 錯動性 所以分正張列性聚合性跟錯動性 然後我們要先交的叫做聚合性 聚合性就是兩塊 兩個板塊撞在一起叫做聚合性 外表上看有陸地撞陸地 這個待會要交的重點 印度跟歐陽 陸地撞陸地 外表上有所謂的海洋撞陸地 海洋撞陸地 泰米洋跟南美 課本上有戴過戴一下 因為它是安地吃山脈 重點是台灣 因為台灣也算是海洋撞陸地 還有一個國中不交的 海洋撞海洋 這個國中沒有交 國中的課本裡面 沒有海洋撞海洋這個例子 我們只有陸地撞陸地跟陸地撞海洋 我們沒有交海洋撞海洋 然後陸地撞陸地 撞在一起 海洋撞陸地 然後呢就擠 就形成一個折皺山脈 板塊交界 新的折皺山脈 陸地撞海洋 海洋撞陸地 海洋跟陸地撞在一起 海洋地可以沫 然後消失 形成什麼 海溝 換一個海溝 往下去拉回地海 重新融化變成岩漿 岩漿往上往噴 噴出來 所以後面有所謂的火山湖 有火山 有火山活動 有火山活動 所以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 海洋撞海洋 一樣有人會下去 底墨消失 然後呢 融化成岩漿往上冒 碰碰碰碰 會噴出的一系列島嶼 叫做島湖 我國中沒交 我稍微帶了一下 但是國中沒有叫島湖 島湖也跟海溝大致提起 碰碰碰 一個一個一個的叫島湖 要撞海洋撞海洋 海洋撞海洋 海洋撞海洋